本来对额厂的业绩就没有太高的期待 只是没有想到会下滑的这么严重 第一季度收入1354.7亿 基本跟上年持平了 净利润234.13亿 下滑了51% 营收和净利润增速都创下了近10年以来的最低 三大业务 游戏广告金融都本了 广告业务下滑的比较严重 广络广告下滑了18% 社交广告下滑了15% 媒体广告下滑了30% 主要还是宏观层面的影响 其实海外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 奈飞亚马逊也都在下滑 连零售巨头的沃尔玛业绩都下滑了 大环境不好吗 企业都开始压缩成本 包括额厂它自己 广告费用都下滑了6% 游戏业务的问题呢 主要是受未成年人时间限制的影响 一季度本土下滑了1% 海外游戏增速也只有4% 当然大环境也有影响 动式暴雪净利润也下滑了36% 投资业务上呢 之前持有上市公司那块股权 有1.3万亿 现在缩水了一半 主要原因呢 也是因为去年到现在 整个互联网行业都在跌 市值缩水了 还有就是京东的股权被拿来分红了 还有海外的一些减持 整体来看呢 这份财报确实是不理想 但是额厂建没有裁员 这一点是值得点赞的 一季度员工还增加了3400多人 工资发了292亿 成本确实有点高 额厂在互联网行业的竞争力呢 依然是顶尖 马斯克前两天也说了 如果你在中国 那么就可以生活在微信里 他什么都可以做到 确实是这样 微信从社交到娱乐 商业办公 其实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富城河依旧是很宽的 巨人疲惫了 但还未倒下